那我是也是持反对的这个意见 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全部都是充满了这个化工的工厂 那炼钢厂也在这里 台电中有全部都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我们还有这个大林浦凤比头的居民 也有好几万人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再继续下来的话 我们如果没有把环境保护好 这边的居民就是直接第一线就要面临这些工业 原先只是两面包围 现在变成三面包围 这对这边的居民是不公平的 那我问你一个假设性问题 因为你一开始说你支持这个南兴计划 当然我们就是说这里不论如何 不管你要做海港空港的腹地 就是不能做所谓的工业区的另外一个新的腹地 可是我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我们说书郡这个土方 挖起来去填海造路 让作为一减二国 造了新的土地之后 新土地出来了 会不会到时候呢 高雄市要再发展工业 然后说环境率才有放地 我工业的腹地也不够 我来这边也是叫做一肩两股 到时候挡得下来吗 我相信所有的民众都不会去赞同这件事情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提出来 就是说所有你的环保方面 污染方面你都觉得不可以高于现在的量 所以你怎么样去取得一个环境的平衡 如果你不行的状况底下 那请你就是要做一些比较环保方面的一些产业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 我想里头最合适的 而且最适合现在高雄市的生态的 应该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游艇 游艇业 而且这个地方只要你这个游艇业者到这个地方来设公司的话 那直接制造好他就可以下船 下海了 就可以去试他的船 那不用就说以前还要拖着这个船只 然后直接到这个码头才能够去试船 他不用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是是讲到天海造路 大概最印象大家最想援引的例子就是荷兰 我们来看看荷兰天海造路的经验 不过这几年荷兰的整个观念有稍微改变 我们来介绍一下 一开始荷兰是叫做与海争地 与天来争地 这也是从前荷兰的骄傲 荷兰50%的国土是在海拔一公尺以下 然后有百分之六十的居民是居住在海平面以下 一九二七年开始呢去主体造路 然后造地造了荷兰国土的百分之二十 将近是八千三百多平方公里 可是他的问题会造成所谓的 这个土地会变成岩化 气候变迁的问题 还有整个堤房难以保护的问题 所以后来在两千年之后呢 开始有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不要再跟与海争地 叫做还地与河 我们把堤房往后盖 就是本来堤房在这边 我们现在不要说跟河来抢地 我们再往后 就是人类居住的土地 我让一部分给他 然后呢 让整个洪泛区可以再增加一点 恢复洪泛平原湿地的部分 增加蓄洪的面积 然后这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 另外呢 还有大阪关西国际机场的这些问题 然后国际机场大阪这部分呢 也是要维护整个造地之后的这个土地维护 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代价 我们现在透过电话连线到荷兰 我们来采访一下公事的记者 陈天玉 我们来谈谈荷兰经验 究竟荷兰与天真地 所谓的填海造陆的经验 作为现在台湾要再重新启动 南兴计划 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我们接近 是啊 新聪 你刚提到的就是说 像以前大家说上帝造了这个地球 然后荷兰人呢 是创造了荷兰 也就是说他们的土地全部都是天海造陆来的 那荷兰的工程师说 在比如说在二次大战以后的那个年代 他们所学到的就是 就是荷兰人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因为他们相信人定胜天 不过呢 现在就是观念有很大的改变 你刚刚也提到 其实他们现在慢慢还地与和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气候变迁的因素 那其实刚刚大家在提到所谓的计划 其实都是以经济发展考量为优先 但是并没有考虑到气候变迁的问题 因为气候变迁是目前全球面临的挑战 而且其实到现在没有一个人 或是没有一个专家能够准确地说出 到底气候变迁会对海水上升造成多大的影响 那根据IPCC他们保守的估计 到2100年海水大概会上升1到2公尺 如果按照他们这样的估计的话 台湾大概11%的土地都会消失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在使用的部分 所以大家在考虑就是所谓蓝星计划的时候 是不是有把这个气候变迁的因素 不考虑进去呢 那像在荷兰他们现在 他们已经不再填海招炉了 因为他们发现呢 气候变迁的因素已经超过他们的预期 那荷兰呢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有一个三角洲委员会 Delta Committee 然后现在在2007年的时候 他们又成立了第二个三角洲委员会 因为他们发现第一次的三角洲委员会 就是以主体然后防止水患的这个方式 已经完全不是用现在的气候变迁的这个挑战 所以从2007年开始 他们整个政府就花了很多的钱 然后在每一个地方都开始跟居民对话 然后呢像比如说最明显的例子 其实那个荷兰很多填海造陆的这个海埔新生地 都是用来重郁金香 那郁金香是荷兰最有名的这个农产品 但现在呢他们现在已经把这些郁金香田 全部都撤掉 然后也跟农民说就是 这是考量到气候变迁的因素 那所以农民也会愿意配合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做过很多研究跟很多的对话 那对荷兰人来讲就是说他们发现 在这个2007年的第二次的三角洲委员会 他们有一份完整的国土规划报告出来 然后提出12项的建议 那包括你刚刚讲的就是土地往后移 郁金香田要撤掉 然后研发耐盐的植物 那甚至呢他们也考虑到 其实荷兰的路特丹港 一样是世界前三大的港 那他们甚至有考虑到 如果真的海水上升的程度 超过他们的预期的话 这个路特丹港都被淹掉的话 他们要怎么办 所以他们发现 他们以前天海照路来以后 他们现在要付出的代价 比以前花了钱更多 因为他们这一次提出来的报告 荷兰全国上下要花大干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上近千亿的欧元 来因应这个整个国土 因应气候变迁 包括港口的签建 然后甚至他们想出了这个 如果真的被淹掉了 整个国家被淹掉的话 有这个漂流屋 跟浮动城市的概念 所以我想高雄港 其实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 台湾必须要从整个 台湾如何面对气候变迁 来想这个计划 而不是以经济发展为优先来考量 因为现在比如说 当初他们天海照路出来的 比如说居民居住的地方 现在他们都必须一一的辅导迁移 那这些付出的费用 其实比当初想的都还要高 好 谢谢婷宇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的观念 好 谢谢婷宇 婷宇现在是在荷兰 然后他对整个荷兰 整个水土保持非常的熟悉 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卢老师 刚刚婷宇给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以前荷兰人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与海争地 可是他们现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我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他刚一直强调说 我们都没有把气候变迁的这个因素 考虑进去 现在荷兰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海平面再度的上升 我想问的是 假如我们第一期第二期 第三期的土地都盖出来了 而且也都在上面 盖了房子 盖了公共设施 也住了人 做了很多的投资 海平面再上升 再把这次淹没 我们是比较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我在想 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标题 叫做还地与海 还地与海 其实原来 这些杀死是属于海的 如果以台湾的这个地形来讲 它本来就应该很自然的河川冲刷 下去我们的腹地 本来就有这个 我们记得我们帮这个杨县长写 第二任的这个 环境排比书的时候 就有一条就是要还我国土了 就是因为国土一直被退缩 因为杀本来要来的杀都没有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一次它其实不必把它造成一个很大的 好像说我们是要改变环境的 其实没有 其实只是我们很 从某个角度 我们只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淤沙的问题 这个沙不知道在哪里放 那正好我们原来已经有了一个 其实也没有说很大了 其实就是几百公顷的一个填海造陆的计划 再加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样子了 这个是高雄的这个高雄港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高雄长这个样子 现在你看到那个咖啡社的就是 它要填出来要做洲际货柜中心 为什么因为旧的港区通常都接近市区 那它要把所有的这些货柜的港移到外面去 那另外在这个地方有一小块 是需要变成这个